今时今日经常听到人说要选择天然的东西 食物各样太多化学东西 很危险才有那么多病 选择天然的东西就会健康了 这件事我真的难道完全同意 我们的祖先在海洋爬上陆地的时候 自然界都无事无刻 尝试令我们绝肿 我们能够生存到今天我们是幸存者 其中一个重要武器就是科技和医学的进步 我们知道很多病的科学原理之所吹备 我们才有今天的文明 我们今天医到的病比较多 预防疾病的方法也比较多 这个世界才能维持到那么大的人口 近年很多人提倡喝一些未经消毒的牛奶 声称有一堆好处 今天我讲一下这件事 究竟是否真的有那么多好处呢 有没有什么坏处呢 我们就花点时间来讨论一下 在一百多年前喝奶是一个风险相当高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交通也没有那么方便 很多时候就在农场炸到牛奶 当时农场的卫生环境是怎样呢 大家都可以想象了 拿到牛奶之后 接着就要经过很多时间 才可以运到城那里给人喝 中间的过程里面 很多时候细菌可以生出很多 其实喝奶是很大风险的 经常会喝到嗡嗡嗡 有些时候就会传染其他疾病 为了减少这些疾病 大约一百多年前有个法国科学家 发明了一种方法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奶加热到某一个温度 一个很短的时间 比如15秒 这15秒就可以杀了 奶里面大部分 可以在人体里面致病的细菌 不是全部 就是说奶里面仍然有很多微生物 很多细菌还没有杀完 不过引起病的细菌 基本上就可以杀了 有什么病会引起的呢 牛奶现在觉得很匪夷所思 但其实真的可以引起很多病 举个例子 你知道动物始终是农场的环境 当然没有你家里那么干净 你养动物的环境 比如动物的糞便 吃的东西有时候会污染了 甚至乎你拿奶的过程 拿奶就是抽奶的机器 其实中间的过程里面 很多机会有些细菌走下去 更加不要说牛可能有病 或者拿奶的时候牛鱼头的位置会不会有发炎 发炎都有细菌 沙门氏菌 通常都会影响肠胃病 或者是E.coli 即是大肠肝菌 也会引起肠胃病 E.coli 这些细菌 如果是小孩 有机会引起一些比较严重的病 周身的血管会发炎 接着血管里面形成一些血块 那些血块会塞着肾 令到肾衰竭 也有些风险 现在孕妇也是 孕妇也是特别要留意 孕妇千万不要尝试 喝一些未经消毒的奶 因为奶里面也有机会有李斯特菌 李斯特菌如果孕妇感染了的话 可以引起胎儿的问题 甚至可以令到胎儿死亡 这些细菌其实都相当普遍 不过如果我们用了消毒方法 将奶加热到某一个温度的短时间 这些病就会大幅大幅减少 即是说以前未有消毒过程 喝了奶后出现疾病的问题 就大概四分之一 25%那么高 即是说四个人喝奶 就四分之一都会出问题 如果有了这个过程 到今时今日 真的有问题的机会率 就小过1% 很多人就会跟你说 不是的 医生全部都是害人症 他们收了钱的 我告诉你 这些奶天然才有益的 营养才会比较好 这些东西我就说一说 第一就是营养上 其实这个短短的消毒过程 就不影响奶的营养 比如说烧了毒和没消毒的奶 比如那些蛋白质的成分也是一样 脂肪的成分也是一样 那些钙质成分也是一样 很多人喝奶都是想补充钙质 其实烧了毒和没消毒的钙质都差不多 那你说维他命那里 基本上都差不多 唯一一样东西 就是真的烧了毒 就会比较差一点的 就是维他命C 那就是说烧了毒的奶 维他命C就少了很多 那问题就是奶本身 就不是一个好的维他命C的来源 那你想要维他命C的话 你可以吃其他 吃生果、橙、忌果 那些就会有维他命C 那你何必要在奶那里 一定要坚持他 一定要有很多维他命C 那另外就有些人跟你说 就说不是啊 如果你喝没消毒的奶 就说尤其是小孩 可以减轻到那些敏感、濕疹、烤喘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也不是准确的 没有什么证据显示 你喝没消毒的奶 是真的可以减低到这些过问的病症的 那有些人就会说那些离糖不耐症 就是说喝了奶之后很容易吐射 那你喝那些没消毒的奶 也都不会说帮到这些情况 那另外有些人会跟你说 他这样消毒就杀光了那些 Pobiotic 就是那些益生菌 有益的那些菌都杀光了 那就变了你喝奶那些就没有益处了 那样 这也是错的 因为如果你说益生菌Pobiotic 那我们的定义就是益生菌 一定是一些无害的对人体 就是那些微生物 那很明显我刚才也说过 正常如果你没有消毒的奶里 是有那些有害的细菌在那里 那我们消毒的过程 主要是清掉那些有害的菌 所以你说没有消毒的奶有Pobiotic 那这个说法本身就不正确了 其实有些危险 所以大家就要认明这件事 那才去考虑 是不是喝一些未消过毒的奶 那如果你真的要喝的话 都要特别小心 就是make sure 他真的要有一些 即是有认证的农场 方法去生产的奶才比较多些有保障 我觉得都是相对比较的 因为其实真的很难 那些有认证的农场 可能有些器具消毒或者比较好一些 但是始终农场的环境 很难有100%保证的 总之怎么计算也好 如果你说普通人也算了 可能都是呕呕呕呕呕就算了 但是那些比如小孩 或者孕妇 我觉得就绝对不适合 喝一些未经消毒的牛奶 不幸好感染了细菌的后果可大可少 好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提提大家我都有Patreon的平台 里面有更多这些很有用的医学影片 欢迎大家加入成为会员 另外我的新书 Dr.Rex 医学幼稚园2 已经出版了 里面有很多内容被第一册改进了 更加适合大家的需要 尤其是有不少蝙蝠教大家 如何选择身体检查 还有如果有报告出来 如何分析了解 可以去各大书店三中商成品书店 天地图书田园书局去买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